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一个超越大地的存在单挑 我不是找死是什么 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天道猛煞费苦心 要将张道林复活了 为什么他们一直在等待轻衣的归来 这背后恐怕到头来 还是带着风多大地和星空大地的影子 就是他们安排的 无论是张道林的肉身神印 还是大道神印 早就已经在他们掌握之中了 差的就是轻衣这道灵魂神印回归 只不过之前轻衣这道灵魂神印 一直都不是很成熟 所以他们在等待 现在好了 毋庸置疑 一切都已经开始了 张道林的复活已经提上日程了 我坐在昆蓬的头上 脸上带着苦涩 只感觉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 那昆蓬倒是聪明得很 大地是一下钻我脸上看出什么了 顿时一叹就说 鹿死谁手 苍天尚不知 而今少年何故愁呢 若闻是非因缘术 举头三尺 早已定 闻言 我浑身矩阵 似乎明白 昆蓬在想什么 而他也没有直接点破 而是说道 其实你也不必如此夭愁 上一世花已凋零 那张道林终究已经是一气化三清 顿走于这天地间了 这一世要开出一朵相同的花 又谈何容易呢 那青衣虽然是张道林的灵魂神音 但是他离张道林还差了一点 这三道分身 想要如何在一起拼凑成一个张道林 哪里是那么容易的呢 分开千年 彼此之间的融合 比前世今生融合还要难得多 要我说 他们至少要集齐九朵永生之花 九九归一 方可成功 永生之花 我猝起了眉 一时不明就里 这名字我还真的是没有听说过 不过洛黄他们三个的反应却大得很 一瞬间脸色就变了 永生之花 泰里语气有些尖锐地说道 你说的永生之花 是号称天下第一奇葩 能生死人肉白骨的永生之花吗 也叫万妙之花 是号称可以打开生死之门 窜开天地法则的大道结晶 为九天十地第一神物 据说只是生长在梵天净土 可对吗 不错 坤蓬说着 张道玲一气画三青 相当于把自己披成三半 分离时候容易 可是要想再粘合在一起的话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相当于一个人 切成三半 切的时候轻松 几刀下去就完成了 可是再让这三半凑成同一个人 那就必须要有逆天的手段了 这张道玲便是如此 从他一气画三青那一刻起 就等于他已经死了 和道家的冰姐十分类似 只不过这一气画三青 是道家冰姐的最高境界而已 还能留下一线生机 无奈他的生命形态太高了 只能靠传说中的永生之花 也就是你说的万妙之花 方才能够救得了他 那就没什么危险了 泰里顿时大笑起来 万妙之花呀 生长在梵天净土的东西 想找到谈何容易 当初就算是圣王 想找到一朵万妙之花 旧人都未能寻到 而丰都他们 想寻找九朵万妙之花 那不是吃人说梦是什么 未必吧 昆蓬说道 我跟在丰都大帝身边 时间已经很长了 据我所知 丰都大帝 似乎已经寻到了一部分永生之花 而今不过是差几多而已 而且他们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布局 可能最后真能凑齐 九朵永生之花 只不过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丰都此人 你应该很了解 他是绝不会做任何意见 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的 这回轮到泰里 哑口无言了 我在一边听得迷迷糊糊 除了知道张道玲在复活 九朵永生之花至关重要 可到底是怎么个重要法 我却不知道 于是我忍不住就问 能不能等等 谁能和我说说 这个永生之花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 孕育出的质保 洛黄叹了口气 说 所谓泛天净土 其实是往好听的说的 其实根本就是一些 混沌未开的地方 毋庸置疑 虽然开天蔽地迄今 也有十亿年有余 但是仍旧还是有一些地方 混沌未开的 那里是生命的禁区 除了昆蓬这等 从混沌中走出的生灵 还可以在那里穿梭之外 寻常的生命体到那里 会立即变成人干 因为天下万物 皆从混沌中化身而出 而混沌也是天地 最开始时候的状态 是一切的起点 如果有生命体 出现在那里的话 体内的一切 都要归于混沌 最后化为虚无 哪怕是修炼者也是一样 只不过 他们在混沌里 归于虚无的速度 比较慢而已 力量会一点点被吞噬 直到吞噬得干干净净 永生之花 就是梵天净土里面 偶然孕育出的东西 内孕生死法则 可以遵俗时光 让一切逆流 朝着起点回归 用在死人身上 能让死人复活 用在老人身上 能让其返老还童 总之妙用无穷 但是实在太难得了 且不说现在梵天净土 本身就没有剩下多少 就算是梵天净土里面 也仅仅是有一定的几率 能够孕育出永生之花 不错 就是这样了 你说那个叫轻衣的人 借尸还魂之后 力量并没有变得多么强悍 就是因为他缺少永生之花 昆蓬接口继续说 张道玲一切画三青 将当于将一块镜子摔成三片 他想要复活 就得把三块碎片黏附在一起 如果说他的三道分身 就是三个碎片的话 这永生之花就是浇水了 没有浇水 他就算是三道分身融合在一起 充其量也只是拼凑在一起 并不能算真正的融合 虽然彼此之间 还能借用一部分力量 但绝对发挥不出完整的力量 还是残缺不全的 这就是轻衣借尸还魂之后 力量仍旧没有暴涨的原因 就因为他没有永生之花 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融合 力量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看来至少短时间内 心意应该还不会三身合一 成就无上的道行 我也着实松了一口气 你们还有问题吗 昆蓬看着我们四人就问道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给我和我的孩子一点时间吗 我所剩的时间很少了 最后这一定点时间 我想留给他 其实到了现在 我心中的所有疑问 昆蓬都已经回答了 看着他眼神里面的痛苦 犹豫了一下 我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然后就准备抽身离开这里 谁知这时候 洛黄忽然跟昆蓬说 天下为局 众生为奇身处其中 你我谁都跳不出 命于两个字 我知道你昆蓬一直都置身事外 从来不会选择战队 但你也说了 一花凋零一花绽放 世间终会出现两朵相同的花 现在未来一切都充满未知数 每个人都没有选择 但是有都得没有选择中 做出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希望你能考虑好自己应该做怎样的决策 站位站到哪一边 就这样吧 严禁于此 我会在上面一直等你的 直到你做出选择 昆蓬陷入了沉默 过了许久 终于发出一声轻横 算是答应了 我们几个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起身就离开了这里 只是在离开的时候 我满脑子都是轻衣的事情 时至现在 我已经确定 轻衣必然是没有死的 未来还真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啊 她是张道玲的灵魂神音 那么我又是谁呢 我怅然想着宽蓬留给我那句话 鹿死神手 苍天尚不知 而今少年何故愁 若问是非因缘术 举头三尺早已定 其实我是谁 我已经有了猜测了 只是我不大敢相信罢了 最终在离开这里之前 我扭头和洛黄说道 这一次行动结束之后 我们找个清静点地方 好好谈谈 大敌洛黄也知道 我到底在说些什么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之后 就叹头 也罢 那我们就好好谈谈吧